很多人都知道老虎是一种极其凶猛的动物,但是在老虎的家族中也有一些老虎非常特别,就比如说在我国特有的一种老虎,东北虎,虽然在很多人对老虎不熟悉的人眼中,东北虎和其他的老虎没有太大的区别,但事实上东北虎要比普通老虎厉害上很多,那么东北虎到底有多强呢,狮子都不放在眼里,美国人都不敢引进。 事实上东北虎是亚洲老虎的一种,也是现有今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了,普通的老虎大约能在五六百斤左右,体长更是能够达到将近三米,虽然看起来跟普通老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,但实际上这种老虎的凶猛程度却要比其他老虎要厉害上很多。 最所以会这么说,是因为它们一旦盯上了一种猎物,就不会轻易地放它们离开。 即便是遇到一头成年的熊狮,东北虎也完全不会落一下风,甚至它们还会举起爪子不停地对其进行进攻,凭借着身体的优势也可以非常轻松地打败一头狮子。 也因为如此,这种老虎可以说是现有今最凶猛的动物了,而美国当年也曾经想引进这种老虎,但是因为它实在太鼓于凶猛,完全找不到任何能够克制这种老虎的生物,所以它们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决定。 而现如今东北虎的数量依旧在不断减少,而在我国一直都是保护动物质。